物业第一次上门查水表 可奇怪的是 对方竟能轻车熟路 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毫不犹豫就钻进厕所 随后拿掉了盖在水表上的脸盘 这番举动可是给一旁的间谍吓得够呛 要知道这里是他的藏身之地 除了自己根本不会让任何人进来 而物业的举动 无疑是透露着他早就来过了 您是不是进来过呀 我能进来过 我来敲过几次门 但是您怎么知道 水牌是在那个位置的 家里装修移过位的 这栋楼也有人这么盖的 我先走了 其实凌玉猜测的没错 自从他找人暗杀丁美希后 也算和李唐彻底站到了对立面 虽然李唐不善言语 但好歹在国安局眼皮下 当了二十年间谍 又岂是这么任人宰割的主 于是为了完成逃跑计划 李唐偷偷跟踪着凌玉 找到了他所在的藏身之地 趁着凌玉不在时 就这么一溜而进 想要找到凌玉的一些把柄 也好给自己留个谈判条件 只不过可惜的是 把柄什么都没找到 反倒是等到了物业的来临 没有办法 为了不引起更大麻烦 李唐只能先是敷衍了事 然而他越想快 物业就越是觉得有问题 先不说有谁在家里戴口罩 就单单是脚上的鞋套 这怎么看怎么也不正常啊 更何况他要查水表 这货竟然连自家的水表都找不到 这不妥妥的小偷吗 眼看物业起了疑心 李唐不得不赶紧找个借口说 这是我姐夫的房子 他跟我姐分居了半年 感情也是天天吵来吵去的 这不我姐不放心 就让我过来查查 看看姐夫是不是在家有其他人了 等李唐说完后 还真给物业听得一愣一愣的 物业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 只能等着过几天再来 行了 那我赶紧再来 多谢 物业走了 李唐也得抓紧跑了 临走前 他还专门比对着物品位置 将所有东西都还原得一模一样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谁能知道最后暴露他的 竟然又是这个物业 林玉把物业给留住了 只要他能说出近来人的身份 那对这次的失责就既往不救 否则一旦报了警 物业多多少少也逃不了追责 没有办法 物业只能是按照林玉要求 看了一张又一张的人物照片 虽然他嘴上不敢说 但当看到李唐的瞬间 目光可比别人多停留了两秒 物业不敢说 但林玉已经是不需要再问了 既然知道了是李唐 那他绝不会给自己留个祸患 那真的好 那么我会让你出现 听到这种人双证 我先感觉到这个人双证 好看你 你呢